大家好,时间过得可真快 又是一年做腊肉的季节啦 好的腊肉主要在于腌制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腌腊肉的详细调料比例 多这样一步,腊肉越放越香越好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准备了5斤很好的火花肉 腌制腊肉的肉买回来是不用清洗的 因为你洗过之后生水里边的杂质、微生物 就会附着在这个肉的上面 耳朵拉肉一般腌制或者晾赛的时间都要比较长 如果有微生物续菌附着在肉的上面 就非常容易的变质 所以像这样肉买回来以后呢 是不用进行清洗的 把肉先放在一边,先准备其他的 这回来准备香料 5斤的猪肉 那么我们就要配上这些香料 分别有八角 桂皮 白蔻 橙皮 山奈 花椒 香叶 小茴香 干辣椒 现在起锅 不加水不加油 直接倒入食盐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所有香料倒进来 开小火来翻炒 炒干盐和所有香料的水分 盐和香料的比例 我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大家看完后记得截图保存 不停的翻炒五六分钟左右 能够闻到很明显的香味 盐的颜色微微发滑 香料也变得非常的脆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把刚刚炒好的盐和香料过滤出来 像这样过滤出来 待会腌肉的时候更加好操作 香料先放在一边 不要丢了 待会还有用 盐就放在这里 自然的晾凉 盐炒好后 偷拿了我老公的一瓶白酒 打开 直接倒在五花肉上面 白酒的量到五十克 直接下手涂抹均匀 每一处都要涂抹到 白酒能够杀菌消毒 这样肉在腌制或者晾赛的过程中 就不会滋生续菌了 而且白酒的酒香味还能很好的 为肉质增香 涂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多涂抹一会儿 每块肉的任何一处都要涂抹到 特别是有些肉有缝隙的 就要把缝隙给扒开 把白酒给涂抹上去 涂抹上白酒的五花肉 看起来肉质有一点点发白 像这样基本每条都抹均匀了 先放在一边 刚刚炒好的盐也已经晾凉了 抓一把 在肉上涂抹均匀 尽量的涂得银一些 抹盐的时候 就要一条条猪肉的来抹 将抹的才会更匀一点 像这样感觉一整条五花肉 都抹上了刚刚炒好的香料盐 就可以了 继续把其他的五花肉全都涂上盐 把肉一条条的抹上食盐抹匀 再放回大盘里 把刚刚炒过的香料也放上去 增加一点香味 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里冷藏腌制 三到四天左右 四天后 五花肉已经被完全腌制入味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拿一个大盆 倒入刚刚烧开的开水 或者开水里对一点凉白开也行 只要水不烫手 把腌好的肉放到这个开水里洗一洗 腌制了这么多天 肉非常的入味 但是表面还有稀奇的严厉 这只需要拿一点点温热的水来洗 烧开够的水 没有杂质和微生物 洗过以后 肉在晾晒的过程中也不会发生变质 肉就全部洗好了 来看看这个颜色特别的不错 这肉皮像这样搓出一个洞 再用棉绳像这样把肉串起来打结 像这样就可以了 每一块肉都用棉绳串好 让方便晾晒 直接把这几块肉挂在有太阳 或者通风阴凉的地方 风干上15到20天 就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 蒸着吃炒着吃都可以 按照以上方法腌制出来的腊肉吃起来 形象不柴特别的下饭 朋友们赶紧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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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